我們台灣民眾黨還是堅持在我們國家治理 強化效能的路線上面 還是需要跟人民做負責 所以道主思天我們想 我們也是全台灣唯一 還會推動這個勞動政策記者會的一個政黨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 我們就先把今天的這個主持的主軸 交給我們台北市議員林國成議員 也是我們不分區的候選人 好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線上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我想開記者會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把資的全力告訴所有的人 那當然還是要透過我們媒體 還有我們網路啊 大家廣移宣傳 那開記者會其目的啊 就是要提出問題 解決問題 這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所以特別啊 我有一個感觸 從選戰下來 四年看一次 就像藍營裡面啊 就只有講花大財 可是沒有告訴我們怎麼樣去花大財 可是四年就騙我們一致要花大財 那在立營的部分啊 他除了捍衛主權 除了愛台灣 其他也提不出什麼治理的方向 所以啊我們台灣民眾黨 我們比較實際就會提出跟老百姓跟全國的人民有關的 未來如何解決問題 我們看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特別會開這個記者會 透過所有的媒體告知全國人民 什麼才是國家治理 什麼才是強化效能 所以啊在這個部分呢 特別謝謝我們在座的媒體還有我們線上的好朋友 你們的觀看 你們的注意 那另外一個 我還要特別啊 恭喜我們台北市所有的外送平台的勞工 因為我是現任台北市議員 昨天我們柯市長跟賴局長所主導的全國的外送平台的自治條例 昨天已經二讀通過 也就是授權三讀 所以這個禮拜三讀就已經法定完成 所以這個部分是全國首竄 所以啊要特別代表勞工啊 謝謝我們柯主席 謝謝我們賴局長 你們的努力勞工看到了 所以這是確確實實 是一個另外一個里程碑 那因為我不敢批評中央 但是最起碼我要強調 中央對於外送平台這個勞工議題的部分 他們是一切兩論 但是我們的外送平台是多元包容萬象 所以這個比較有這個多元化的 這個複合勞工的整個工作環境的複合性 所以這些可以大家來做比較 那我有在市議會我有做一個 我有一個感想 每一次我們台北市所通過的自治條例 就包括長照2.0也是台北市先有這些開辦以後 那中央就會跟著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事 只要中央有還審能力 台北市做了 他們認為不錯他們去做 我們台北市的柯市長他也很樂意的提供 所以在像長照2.0也是台北市先做了完善 他們再來做 所以我們也很樂意看到 我們現在提出像在勞權部分 我們比較主張的就是勞工的團結權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非常重視 那另外一個就是就業保障的部分 我們也非常重視 另外就是友善的職場 所以我們今天會針對這三個部分 來跟我們所有線上以及媒體朋友來報告 有關這三項我們看到的問題 跟我們怎麼樣解決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除了再一次 謝謝各位關心我們廣大勞工的權益 以及職場以及友善 這些幾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全國勞工的女戰神 我們是三位是實質參加勞工運動 出身的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小問題 大問題我們都遼若執掌 那只要有機會我們進了 我們進了立法院 我敢跟各位保證 我們在勞工議題 勞權問題的部分 我們是很在行 我們會點出解決問題 凸顯很多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佔用大家的時間 現在我們是不是 先請我們 那個勞動女戰神 也是我們不分期的提名人 賴湘林 來跟各位做一些有關的報告 好我們請賴局長 離這個投票只剩4天 我們還是要很負責人的 提出我們對於勞工相關的證件 那剛剛國城議員提到台北的經驗 這一次我們進軍國會 我們就希望台北的經驗 可以到國會去實現 可以到全台灣來實現 第一個講到外送平台業者 管理自治條例 這個從10月14號發生的這個 漢市之後的市府成立專案小組 到昨天我也在電視上 也有很多同仁跟我講到 二讀已經真的順利通過 我真的非常感謝很多議員 在過程中提供的很多寶貴意見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 所以雖然有一些不是很完美 但是我們走出了台灣的第一步 我們很期待在路上 幫我們拼搏的這些外送員 他們的安全 他們的福利 還有他們的權益 可以有一個法治上的保障 所以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的二讀通過 我相信可以啟動很多 我們在修法上面新的做法跟想法 特別在保護擴大化的這個目的上面 這個自治條例就展現了這樣的一個企圖 那今天的記者會我也要先再次聲明 遠東航空的事情 我本來預估他1月6號 他們保證說一定會發薪水 但昨天到下午我們收到的訊息就是薪水發不出來 四五千萬的薪水加上一千多萬的加班費 已經明確跳票 我還是想要請問交通部 你們的政策是什麼 你們勞動部到現在要啟動什麼樣的一個保護機制 到目前我們沒有知道任何的消息 所以我想雖然我現在是請假期間 我們的團隊還是會照程序 第一個他已經積欠超過兩千萬的這個 這個實質的這個債權的部分 就可以送交中央重大勞政的這個會議裡面 限制他的出境 這個是實質上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像之前用減掉的方式讓他限制住居 這個是第一個 我相信我們還是會在這個地方的角色上面積極要求 那第二個是到底這樣的一個大型的特許企業 他們在談不管是資金到不到位 而延宕的勞工的權益 難道沒有任何可以補救補證的做法嗎 國家到現在還是認為可以兩手一攤嗎 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現況我希望我們即使現在沒有進軍國會 在我們立有可行的時候呢 會積極的去促成他會要求他 那今天我們民眾黨的勞工的這個相關政策部分 第一個還是要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家在認為勞權不張 勞工地位相對低落 都是怪罪說好像我們自己勞工不團結 不是我們不團結 是法讓我們無法團結 第一個今天提出來的落實團結部分 在現有的公會法裡面 確實一個企業要30人以上才可以組織公會 那我們大概七八成的企業大概都30人以下 這樣的問題讓我們團結不起來 所以民眾黨在第一個落實團結權的部分 我的主張是希望讓組織公會的門檻 要下降到10人左右 其實日本兩人就可以組織公會 大家不要以為天方夜團 你法定的越寬鬆 大家願意站起來 組織的動力跟企圖才會出來 而不是勞工不團結 那現況是什麼 在現有的公會組織率大家都知道 台北也好台灣也好 整個組織率大概都是只有 企業公會來講只有7點多趴 大家都對這個數字覺得7點多趴 我都沒有參加過公會會真的有嗎 那我想我們實質統計的數據裡面 企業公會產業公會大概就是這樣 職業公會大家比較熟悉 但是職業公會這幾年的轉型也是相當的成功 他們成功hold住了很多 剛剛講的非典的沒有一定雇主勞工 在既有的社會安全網裡面 是可以被一部分的保障 所以我想相對來講我們要強調的是 在企業內公會的團結權 那為什麼要用團結權 我想大家都還記得蔡總統講過 勞工是他們民進黨心中最軟的這一塊 然後說你們應該自己去跟老闆談 我想我要跟蔡總統講 我們勞工不是不敢去跟老闆談 但是你讓一個勞工自己去跟老闆談 你知道明天他可能就沒有工作 所以基於保障性的話應該是 我是代表我們的同仁一起談 所以公會法為什麼那麼重要 你取得公會的身份你去談 你就不是一個人 即使你受到不公平待遇 他還有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 還有後續國家支撐的保護網 這才是叫勞工去談的前提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順思明辨 這不是一個人敢不敢 勇不勇敢 而是你國家到底對這個勇敢的勞工 這個有代表性的勞工 你給他什麼樣的一個相對的武器 跟平等的談判權 那第二個是退一步講 現在很多勞工也不太敢組公會 但是他一定要開勞資會議 這些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 他也是一個人要去談 他能談出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跟老闆不一樣的主張嗎 也不敢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主張是 再退一步 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 就是準公會幹部的權利 這個在當時修一利一修的時候 我就提過 一利一修裡面很多勞工就說 他還要招我協商啊 開完勞資會議我就授權公司 可以這樣可以那樣 那你敢說你不答應公司的這個要求嗎 所以當時我就認為說 勞資會議現在是普及率比較高 但是他的保障跟保護性也不足 所以很多人都怪勞工 勞資會的勞方代表 好像都是勞 老闆的應聲從 不敢講反對意見 是同樣的 就是保護網沒有建制 那如果我們這兩步都能夠 逐步在必法的工程裡面改善 讓我們勞工在實質談判 跟實質的保護裡面 取得一個比較相對平等公平的位置 那我相信勞資關係慢慢的調整 勞工跟老闆之間資訊的對等 相互談判的這個誠信 還有最後落實回團體協約的簽訂 我相信才會比較完善性的建制一個台灣的勞動安全 勞動保護勞動關係的環境 這是我們第一個政見 剛剛跟各位報告的這些 事實上是一個針對勞工姐姐問題 看起來似乎只有幾句話 但是問題在立法院在定法令的時候 他們只大問題 可是他們沒有看到小問題 可是小問題解決才沒有大問題 所以真正定法要實用 要給勞工確保的實用 再來舉一個例子 剛才我們局長所講的這些勞動權的團結 你很簡單啊 同工又不同酬 我付出這麼多 但是我收入沒有這麼多 可是要給多少是老闆來做決定 那如果 你把這些財務 該開支的 然後 現在的制度只有 推派兩個勞工董事 去參與參與權 可是董事最少有11個 最少甚至最多還21個 請問一下 它一個兩個 它的可以影響公司的經營層面 所以這些都是做假象 但是只要我們台灣民眾黨的立委 一進去 我們要把它揭開真相 這才是真正實質的問題 那至於勞資協商 現在有這個制度 但是沒有劃制化 沒有強制化 所以只要是勞資協商有劃制化 就是政府訂出一個法令 勞資協商是必經的一個過程 或者用強迫性 讓大家共同坐下來談 那這個效能就會更好 所以剛才賴機長已經 已經點出這些問題 那我在想 是不是現在接下來 就是談特別友善職場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陳往會委員 他對於這些 因為他是很多公益團體的監督單位 所以他看到的問題 來跟各位來做一個報告 也就是職場裡面友善 如何去做友善 還有點出這些問題 我們是不是陳往會委員 來跟各位做報告 我剛剛進來要開記者會之前 我們有一個支持者 來這個黨部這邊 就是拿物資 那我聽了他講的話 真的非常感動 他就是為了支持 因為剩四天 所以他這幾天他請假這樣子 那來拿物資 是因為他想要去幫民眾黨 這個去多做一些宣傳 那我們民眾黨一路走到這邊 其實我們非常新的一個政黨 然後主席每天都在講就是說 其實政治應該是要跟人民的 每一天都相關的 那我今天因為剛剛前面 國產生也講 我自己長期在社會福利的這個領域裡面 那這幾年執政者在長照的這一塊 也砸了非常多的錢下去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身為一個上班族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說當家裡的長輩 有人生病了之後 尤其是我們這個四五十歲 這個終生歹 其實第一個要面臨的就是 要繼續工作 還是要停下來照顧家裡這樣 所以我這邊提出來就是說 其實也有民團在在推這個長照安排架的部分 是我們非常支持的部分 因為依據他們的統計 就是在職照顧者的這個狀況的這個調查裡面 有49%的這個在職照顧者 在前六個月是最混亂的 所以平均要花2.9個月才能夠穩定照顧 這個把所有事情安排好這樣子 那最近的一份調查是這個 家總盟做的 就是說在這個在職照顧者的部分 144個人當中 每中負擔20小時以上的平均 這樣的照顧至少要8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平均有6.1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個混亂把它做結束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 讓大家在這個 在職場上什麼 為什麼要叫做友善職場 就當我們遇到這樣子的一個 家裡剛好有長輩需要照顧的時候 當我們需要停下來的時候 但是呢 在終生代來說 大家知道都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很重要的一個經濟來源 那如何能夠創造一個友善的職場 讓大家可以在工作也能夠保得住 然後呢 也能夠把家裡的長輩照顧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提出來的是 我們也支持這個民團這邊 所提出來的一個長照安排假的部分 那長照安排假的部分 它基本上是會有30天的這個長照安排假這樣子 那有180天的一個彈性 可以讓大家在這個照顧的10年當中 如果有需要去安排家裡長輩就醫的一些 醫療的相關的事情上面 可以來比較彈性的運用它的一個工作的一個狀況 那之前有一些企業會提出來說 如果有這個長照安排假的話 那會造成他們資方的一個 一些工作調度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 薪水的一個給付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這邊提出來 就是從就業保險 就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支援 那最新的一份就業保險的這個精算 有發現就是說 這個保費基本上 是遠遠低於 就目前我們這個1%的這個門檻這樣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可以提出來 就是說大家知道在就業保險的這個給付裡面 像玉音流亭的這些津貼 目前就是從就業保險這邊來做支付 所以未來我們希望在立法院這邊 我們可以來討論的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不用擔心這個長照安排假的部分 可以把這個所謂的長照的這個安排假的這個津貼呢 那納入到這個就業保險這個範圍 那我們就可以保障我們的勞工 讓大家在這個就業的職場上面呢 是一個友善的狀況 當家裡的長輩開始 有這個長照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開始進入到像 失智前端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更安心的在職場上做好安排 然後也可以照顧家裡面這樣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勞工的一個工作權上面 希望可以繼續得到保障 讓他可以照顧好家裡的一個建議 謝謝 這個假的部分勞動三權 說實在的當然千頭萬戲 可是你要看出問題 把它點出問題 你才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台北市所有的經驗 我們透過這次呼籲我們所有的勞工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來幫忙讓台灣民眾黨多一點立法委員進去 我們是看到問題 我們會提出解決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剛才晚會 他所講的長照的部分 那我要點到長照現在有長照法 可是立法院通過的 我不瞞各位說 他們根本就是地區財團化 根本不符合實際 那我們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社區民營化 也就是說 我們長照需要的 不是財團來介入 而是應該要有這聲民營的社區化 也就是說自己的老人送到社區來 我要看我的父母親 我要看我的親人是方便的 可是現在在制定長照法的過程當中 他們現在的法 是為財團地區化而設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問題 那這個是什麼 制定法令有問題 我不曉得是他們忽略的 或者他們故意 那個 那個 那個財團化 那我不曉得 可是 我們進去以後 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要符合老百姓 真正的需求 應該要社區民營化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在想 特別 要跟各位來談 就業保障的問題 那就業保障的問題 我想 在 我們耐吉長在當勞工局長這個任內 他 這五年多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耐吉長他是海賢 也就是 柯市長 他的 廣納百川的 延攬人才的政策 但是他在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去做比較 全國的勞工 也就是 就業保障的部分 這一點 我們台北市 我們耐吉長 跟柯市長 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 我們的什麼 大量 那個解雇 或者勞資的 這些等等的 這些有關權利 這個部分 賴吉長是做得非常好 那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請賴吉長 也就是像現在比較敏感的 遠航的問題 他處理第一個時間 他就要 確保勞工權利 我要依法去限制你出境 他老早 他就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在這個 勞工就業環境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 再一次請賴吉長 再跟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郭成兄 第一個還是先強調 我們在這個 現有的制度裡面 能夠作為一個正式的勞工 就是受雇的這個保障性 是比較高的 但是很多勞工朋友 他可能條件上 或他離開職場 再轉職回來的時候 他的競爭力已經比人家弱 所以他也許會經歷過一些非典雇用的狀態 那這個外送員的這個職業興起 跟平台經濟的興起 確實讓有一些暫時離開職場 再重返職場 或他的條件比較不好的時候 他有一個工作上的一個 這個爭取也好 自己的這個參與也好 所以在這個外送平台的這個經濟型態上 我們就讓保護擴大化 讓他的這個社會的安全網 可以為他們做一些努力 那實質上 雖然不是我們講的勞健保 這種強制性 但地方自治的這個法規 就有一個強制性的要求 業者要幫他們買這個意外險的金額 還有實資實付的這個費用等等 這個就是我強調的 在社會立法裡面 如果去很爭執這種法律上的這個訴訟關係確認 才給他保障 我想就緩不濟急 所以第一步 先回應剛剛國城議員提到的 就業者最需要的是一個 能夠讓他即時有保障性的一個立法 那再者是我知道 在當時這個外送員申固之後 國民黨韓國瑜也提過說 他們要提出叫自由工作者權益保障 保障法 我從10月14號聽到現在 我還沒有看到他們的法條長什麼樣子 我還不知道他們在國會 本來就有國會議員 在地方也有議員 他們自己有沒有想要提出 真正叫做自由工作者權益保障法的版本 其實都沒看到 所以我相信我們都在一些口水戰裡面 把時間耗光了 把應該要做的事情延宕了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政黨政治 不是大家樂見 所以我們希望在台北的這個經驗 帶到國會的時候 我們秉持著這樣的精神 讓事情的面對 盡快提出解決方案 那第三還是要強調 這一次國會在12月底的這個會期裡面 他們很快速通過的叫反滲透法 可是他們延宕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最低工資法 明明已經經過一年多的討論 我們在地方也提出相對的要求 結果最低工資法到現在還沒有任何的進展 第二個職業災害保險法也是一樣 明明應該是最優先保障多數勞工 五人以下沒有職業這個工會 或者是沒有健保等等的這個勞工的保護網 他還是沒有通過 第三個就是吹哨者保護法 這些都在這個任期的這個國會的這個狀況裡面呢 被延宕了這就是勞工法令裡面 為什麼總是排不進最優先 總是會被一些政治超越而犧牲這些法令 所以我相信我們能夠進到國會去 就是要讓這樣的狀況立即可以改變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再提到第三個政見 就是多數人必須要開始思考的 很多公司呢他為了節省成本 他把他自己的員工從正職變非典的 變派遣的 我相信大家看到你的勞保投保單位 你會發現你原來可能在A公司 但是你在同個公司工作 隔天之後你的勞保費用的公司名稱 換個名字了 這就是現在的派遣公司 或者是派遣的沒有被管制 他就變成一個走後門的一個身份轉換 可是勞工覺得我每天上一樣的班 我薪水好像沒有變 可是你的身份就變了 所以第三個我們就想提出來 針對這種非典的工作型態 這個設立公司要有一定的特許制 就是源頭管理 讓派遣這件事情要就正正規規的 把條件把這個相關的福利跟類似定型化 公司去兜售之後呢 就把他的員工從正職變非典 那勞工不知不覺中 你就已經改變了你的雇主 你的這個各種福利條件 然後每況以下 五年之後你已經回不去了 這就是派遣造成非常多 為什麼會勞動條件日益惡化 為什麼會很多勞工最後不知道他的雇主 到底是誰 最後會發現的是 就是薪資一直往下掉 所以解決低薪也好 解決很多的這個勞動條件 變成是成本考慮也好 就是要先遏制這種 遏制的沒有管制性的非典的企業 的這種叫做派遣公司的人頭公司 那我想我還是要在這裡講 我之前在就是被這個攻擊的這個事件 那位勞工他其實是很清楚點出 這種每況愈下的勞動環境 我們的國營事業有太多太多的用派遣的方式 來把他的核心業務也好 邊純業務也好 一塊一塊的切出去 所以國營事業自己真的要正本心圓 你如果造成這個惡訊循環的話 真的是讓所有的勞工在原有的體制裡面 下降為下流勞工 下降為這個邊緣勞工 這不是國家之福 更不是我們主張勞工權益的勞工運動裡面可以接受的 所以從這個法規上的部分 我們提出來的就是要源頭管理這種派遣業者 用特許方式 甚至他資本額要到達一定程度 你可以經營這個派遣的行業 要不是任由他一兩人人頭公司 十萬塊的資本額可以去承包一個五百萬以上的這種人力派遣 這是我們第三個主張 好 謝謝我們賴機長 大家這樣講應該大家就很了解 因為我們是很深入的 另外我特別針對這些就業環境 我舉一個例子 我現在手上這個 這個叫做中油公司 這中油公司還被監察院就證 難道說國營事業的中油請大家去加油的時候 你去看看那些加油的職工 他們是沒有保障的 因為為什麼 中油自己本身是國營事業 可是這裡面按盤一大堆 也就是退休的高級幹部 退休之後 他們就去承包什麼 承包這個就是假承南徵用這些勞工 所以就變成他們根本沒有辦法 去這個勞動商法去給他做保障 因為為什麼 他用事實上是僱傭 但是他把它用承南的派遣工來任用 所以這些是對勞動商前是非常沒有保障 這叫做我們今天勞工不是薪資的問題 是他工作環境 確確實實是受到挑戰 可是難道政府 你不是說要照顧勞工 可是你們沒有做出真正照顧勞工的 這些法令的修改跟耶穌啊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全國的勞工 全國的人民看清楚誰 哪一個政黨真正可以提出 對於勞工的問題點出來 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們去做比較 我不管任何一個政黨 台灣民眾黨是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是很深入的 這一點我們自以為傲 我們對於勞動商前的注意跟問題 我們都把它找出來 不是只有找出來 我們還會解決問題 我們會了解真正要解決問題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最後還是希望 台北的經驗全國可以實現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是不是 在座我們開放一點時間 給我們媒體朋友 我們如果 講得不夠特徹 或者你們還要了解的問題 可以來提出問題 那現在我們交給我們花言人 是 好 感謝國城議員 然後也再次感謝在線上 幫我們收看的 所有台灣民眾黨的朋友 那台灣民眾黨 就成如剛剛三位委員所說的 我們雖然選戰倒數四天 但我們很認真 跟負責的提出 我們針對勞權政策的主張 不管是在於 剛剛國城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公會組織門檻的降低 還是賴局長剛剛不斷提到 我們法規上面有 針對派遣業者 以及這個自由工作者權益保障版本 等等法令應該 執政黨要負責任的修正 甚至到最後是晚會姐 晚會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長照安排的問題 其實這個社會上 陳盧科主席說的 我們不缺少去發現問題 解釋問題 甚至製造問題的政黨 但台灣民眾黨非常負責任的 我們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 那最後是不是希望 如果現場有媒體朋友 針對今天的政策記者會 還是有任何的疑問 可以現在提出來 那我們線上的網友同時 會在搜尋看 是 請搜 請搜蘋果這邊 請問一下那個 學長剛剛說要做原國關係 那你覺得那個政策應該要到多少錢 你覺得才是一個分開 我看過之前在 針對派遣特許這件事情 強調如果他能夠付到連帶責任 包括如果他的這個管理上面 違約等等 所以我當時的主張是要5000萬 5000萬 做為一個公司的入門資本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你剛剛看到 國城議員提到的 中油也好 台電也好 他們其實長期用的就是 假承染真雇用 他們有很多員工 做了20幾年 每年1000之後 他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台電的員工 那這樣一批人 他的退休金 你幫他算一下 如果照25年的這個年資 薪資如果4萬塊的話 他每一個人的退休金 起碼要幾百萬以上 可是這樣的派遣公司 完全不承認的時候 這些人的權益要去哪裡爭取 所以我想相對來講是 大家要把一個勞工 你長期用一個非典方式雇用 你把他的成本外部化 就等於製造社會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派遣公司正規經營的話 他要有能力做一定的擔保 也就是他的資本 相對不可以是 現在的10萬 50萬等等 那至於說 在源頭管制上面 是不是會遏制到 我剛剛講 像我們有一些是真的承染的 那真的承染的 我就認為說 在定型化的相關契約裡面 目前勞動法幾乎是沒有 可是在消保法規裡面 已經授予了這個法規上 什麼是約定跟不可約定 那勞動關係裡面 如果派遣、委任、居姦 這些屬於勞務的提供 但是他不是真正雇用型態的話 他的約定跟不可約定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開始啟動討論 那只有這樣的一個 比較理性的去思辨 你真承染 你就好好的承染 你真的承染之後的違約 你就照一定的這個契約裡面 去做賠付的動作 而不要假用承染 然後真正雇用之後 又不管他的退休金 不管他的職業災害發生 又不管他以後的這個相關轉職 這個就會造成社會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那個條件 好 謝謝局長 那現場還有沒有媒體先進 有任何的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